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吃荷花 可不是什么莲藕 莲子 荷叶茶之类的 就是这美丽漂亮的荷花 怎么样 惊不惊喜 以不意外呢 这荷花能好吃吗 到底怎么吃呢 让我们和苏妍小分队一起去湖北 开启一段浪漫之礼吧 说到荷花 大家并不陌生 荷花花大色艳 清香圆异 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 一般用作观赏 但是可以吃的荷花 还真是有点意想不到 什么样的荷花是可以吃的荷花呢 我们来到湖北省武汉市 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省的称号 武汉市更是湖网密布 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水在此交汇 市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 丰沛的水资源赋予了这座城市 极为厚重的自然禀赋和人文抵御 热干面啊 热干面 武汉的热干面 居民的武汉热干面啊 买菜喽 买新鲜的蔬菜喽 卖银角喽 阿姨咱们这有没有卖荷花的呀 这里没有卖荷花的 没有 要自己去下西餐 新鲜的好吃的 甜的 大姐 咱们这个荷花能做成菜吃吗 可以啊 就可以油炸啦 油炸荷花 然后还有脸盆可以炒出去 可以喂它 荷花花瓣做成菜 包成饺子很好吃 荷花叶子可以包饭啊 包鸡啊 一起真的很好吃 可以啊 弄油炸很好吃的啊 我们这荷花特别有名 我们这儿最近还在举办荷花节 它是我们的地方的特殊厂 虽然在当地菜市场没有找到荷花 但是从当地老乡的这个反应来看 大家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荷花 那么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一找 可以吃的荷花吧 要说荷花资源丰富 在武汉市非江夏区莫属 每年从六月开始 这里大大小小的荷塘就要热闹起来了 江夏区是武汉市的南大门 素有楚天首线的美誉 每到夏天这里必和千池美不胜收 独特的自然资源让江夏成为武汉的后花园 文旅业得到迅猛发展 莲藕 香莲等水生农产品的种植 也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 我们了解到江夏区法寺街道 是名声在外的赏和圣地 为了探寻可以吃的荷花的秘密 我们来到荷花主产区 武汉市江夏区的法寺街道 编导赶到法寺街道的时候 正好当地在举办赏和彩莲节 我们这个是用新鲜荷花采摘的 然后用莲子 莲棚 荷花 做的这种花艺作品 花树 还可以用来吃呢 就是可以做成菜 做成美食是吗 对 它可以用来煲汤呀 然后做荷花饼呀 都是可以的 阿姨 打扰一下阿姨 您好 我听说咱这个荷花还可以做成菜是吗 做成宴席都可以 就是有荷花宴是吗 有荷花宴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荷花不仅能做成菜 在当地居然还能做成宴席 在夜市 我们找到了一家炸荷花的摊位 这是刚刚出锅的 你可以尝一下 没想到漂亮的荷花竟然也是入口美味 那么是所有的荷花都是可以吃的吗 荷花究竟能够做哪些菜呢 这能吃的荷花又是从哪来的呢 几经打听 第二天一早 我们来到位于法寺街道的巴塘村 一到夏天 街天连夜无穷必应日荷花 别样红的美景 便将巴塘村装点得清新而优雅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在这里我们能找到可以吃的荷花吗 我看路边整个一片全是荷花 而且连着好几个荷糖 我们下去看一看 有没有我们要找的可以吃的荷花 大哥 你好 大哥您好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在做这个田里面的田间管理 管理这个荷花是吗 对对对 我是来找咱们可以吃的荷花的 我能下去看一下吗 可以 你下来就要是换些喜 咱这个荷花啊 好像跟我常见的颜色还不一样 首先这个你看这还有黄色的 这个是荷花吗 是荷花 但是我常见的荷花啊 都是那种粉色的或者偏白一点的 这个而且感觉形状不像荷花啊 这个 这是一种金黄色荷花 金黄色的荷花 对 但实际它是荷花的一个品种是吗 对对 我看前面还有那种是吗 那是粉红色 粉红色的荷花 咱这荷糖里怎么这么多颜色的荷花啊 这有七色荷花 您说的是有七种颜色是吗 对 那完了 好多花都已经卸了是吗 对 也早一段时间来 早一段时间来 那我能上前看看那个粉的吗 可以啊 好 这真的还是不是很好走 这块是因为我们踩的时间太长了 你慢慢地拔出来吧 我怎么感觉这边这么陷呢 我自己拔一下 我怎么感觉越拔越深啊 哎呀 我的妈呀 荷花是水生植物 生长期时刻离不开水 所以荷糖里水生 再加上糖底遍布淤泥 让行动十分费力 好 好 好 我把你搞起来 你帮我去挖个花 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要挖我啊 但是在荷糖里正常走路 就已经很困难了 刘大哥却还要我们去挖藕 我们是来找可以吃的荷花的 为啥要挖藕呢 这藕和可以吃的荷花 又有什么关系呢 来吧 我教你吧 里面掏到里面掏到底 掏到底 把旁边的藕 藕的藕拔掉 掏到底摸到藕 但是我平常见人家挖藕 是有挖藕的机器的呀 这个藕用机器用不上 人家用手挖 就是比较 是不是比较浅一点 这个荷糖 底下真的是感觉好多 根根静静的 可是我感觉没有藕吧 是我挖得太浅了吗 对 那还要往下一点 往下一点 真的是 我这刚跟你一见面 刘大哥就跟你这挖呀挖呀挖的 你不是想要知道那个 吃的荷花吗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挖藕呢 找可以吃的荷花 你挖上来再跟你说吧 挖 第一个藕挖的 刘大哥让我们记住 这个根的样子 一会儿跟另外一个堂里 挖出的藕 一比较就知道了 你看这个颜色的花 没有前面的荷花品种多 您这一说呀 我倒发现了 确实是 它这个好像偏粉色的居多 不像刚才那个 有黄的呀 红的呀 白的呀 那种 对对对对 那这个花是可以吃的呀 你先跟我干活吧 还要干活 您的意思还要下荷糖 对 还要跟我挖吧 挖这个我上来再说吧 还要挖我 找荷花这事还没弄明白 刘大哥却一直安排我们不停地挖偶 我们是来找做菜的荷花的 换一个荷糖 又一个荷糖的挖偶 这是为啥呢 而且这次挖偶 刘大哥明显用心了不少 还带来了神器 刘大哥 您看您拿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挖偶的神器 挖偶的神器 对 这个叫什么呀你们 我们这是挖偶的蝉筒 蝉筒 对 有这个神器 我觉得一会儿我们一定能挖出偶来 今天吧 好 下荷糖挖偶了 这个荷糖会挖出什么样的偶 跟之前相比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慢慢的啊 行 这个偶是怎么挖的 您能给我展示一下吗 我先教你吧 行 你看 手扶在这挖下去 这样 这个泥出来了 你看 这么多这个泥泥 对 你在地根下挖下去 你就再掏一下 它里面往下 越掏越深 越掏越深 就掏到我了 就要这样不停地挖是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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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一下 对 哎 哎 哎呦 我怎么感觉我铲起来不像你那么轻松呢 我这我这有点铲不动 姿势都不对 连这个手势都不对 对 那我看您刚才不也是这么拿着 我拿来给你不同啊 左手拿着这个霸 哦 左手拿着这个铲筒的霸 对 右手捏到这里 哦 右手放这儿 哎 对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对 那我试一下 哦 是 这起码我感觉有一点底泥出来了 你看是不是 哇 真的是 那行 哇 那我帮你一起挖啊 嗯 真的是给您今天就是挖呀挖呀挖 但是我觉得为了找到可以吃的荷花 这个挺值得的 哦 我们 挖哪个啊 好 你就这样挖出狗来 行 我们就在这个美丽的核桃里面 挖呀挖呀挖 我们要掏去烤筋子吃来 挖出大大的圆核 找可以吃的荷花 刘大哥告诉我们 藕在泥中 要想把藕挖出来 靠的是技术跟经验 在挖藕的过程中 一旦用力过大 藕就会破皮 甚至断裂 所以想要挖出完整的藕 的确是个技术活 哎呀 哎呀你再别挖了 倒狗了 你就别挖了 别伤到我的狗了 就马上就要倒了 哎 我觉得我都还没有记性 你再去 你会伤到我的狗了 你给我挖一下 我看什么时候能挖出来 不过我觉得挖我 如果是用这个铲筒的话 真的是一向体力活 我才铲了几下 就感觉有点气喘吁吁的了 你怎么还得开始摸了呢 刘大哥 倒狗了 因为我们这是种了 种了 对 没长那么大 还没长那么大 对 那这个小藕瓜能吃吗 小藕瓜能吃 能吃啊 哎 你说的可以吃了 那是不是这荷花也可以吃啊 那我们到另外一个堂 我再跟你说吧 你就是不告诉我 行吧 那我就跟您走吧 来 您在前面 这个堂里挖到的藕 虽然是个小藕瓜 但是明显比之前那个要大很多 不过 为什么还要再去一个堂 难道是藕越大 荷花就越好吃吗 藕和能吃的荷花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开车半个小时 我们来到了位于陈家湾的中设湖和堂 放眼望去 万亩荷花正在盛夏时节热闹绽放 粉嫩的荷花携手连片的荷叶随风起舞 在广阔的湖面上摇曳生姿 宛如一幅画 这次我们又能挖到什么样的藕呢 怎么说呢 前两次 那个是在刀田里面挖 比这个好 这是古年老虎 你水深 泥深 你不一定挖得出来 那你先给我选个点子 我慢慢带你 你慢慢走 你也小心点 慢慢 感觉刚踩上这个的感觉 这块就深了 刘大哥我还能往前走吗 不能来了 赶快飞一点 我的确实是 要不然我的胶鞋就会进水了 那行 咱在这挖就可以是吧 对对对 这个要用点泥 不然它挖不进去 这个不好挖感觉 岸边可能不是很好挖 这个藏的泥没有那里面好挖 那有点硬 哦 您是能产出这个淤泥的 那要进了 咱挖了 先竖起来是吧 对 那如果是平常的话 咱这个藕糖是怎么来挖藕的呀 平常的话这个水位要降低一点 降低一点 对 就可以往里边走 对往里面去 里面好挖一点 哦 现在水位太深 湖面太大 哦哦哦 我们走不下去 走不下去 对对 再往下面走 水深了我们又挖不起来 正常情况下 像这么深的河塘 挖藕是要放掉一部分水的 水位降低 裸露出一部分泥土 这样挖藕会容易一些 不过今天 为了看看能吃的荷花 到底跟这藕有什么关系 刘大哥临时选择在塘边 帮我们挖几段藕 而塘边的泥地里挖起来 确实是有些费劲儿 这有点深了吧 这个泥真的是比上次的要硬多了 比那个荷塘的 我根本就铲不到 你看 我再试一下 这个它怎么这么硬啊 这个 它这个泥是那个 湖田里面的 湖田的 对 上面雨雪大 把那雨泥送走它去 下面全是一个泥 所以它就是 对 比较结实 嗯 哎呀 刘大哥我真的 可能今天挖我 你看我脸上 已经是汗如雨下 眼睛都这么开了 太多汗了 今天武汉的这个天气 我觉得应该有个三十六七度 而且我们在户外的话 应该是温度会更高 你看大哥的头上 额头啊 脸上真是更不应急了 确实 这个深度的话 这个深度的话 有个 多深啊 翁掌 水面深 水深 大概是一米五左右 水深就一米五啊 对 怪不得您不让我往里边走 我这一进去 估计这小个子 就已经淹没进去了 肯定啊 水和泥 就会把它淹掉 太深 真的是 谁知盘中餐 跟我们栏目名字一样 历历皆辛苦 都不容易的 这一次挖偶 比我们想象中的难多了 旁边的老乡 都忍不住来帮忙 刘大哥告诉我们 中社湖不同于前两个稻田核糖 是野生的核糖 比稻田核糖水深 泥深 加上最近武汉连降了几场大雨 给挖偶带来了难度 我们找来了挖偶的水枪 决定再试一下 好在一通折腾 我们最后终于挖到了一节藕 如此费劲的挖偶 这藕和可以吃的荷花 有什么关系呢 藕 荷花还荷叶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是先有藕 还是先有荷叶 还是先有荷花 或者长在哪个位置 先是要预埋藕种 把藕种埋到荷糖里 对 荷糖里面 那荷成活了之后就往前跑 好比我们这就是种荷 种荷 种荷跑到这里 就开始长荷叶 第一批荷叶 走到这里 第二个节 这里长荷叶 开花了 开花了 前面到这里 到这一节 为什么有这些小的 它这是长的织荷 织荷 织荷 荷带走到这里 长的织荷 荷是荷带变成的 先有荷带 后有 才有荷叶 荷花 然后再成荷 那挖出来的大个荷 小荷瓜 还有几乎看不到荷的荷花根 这些跟荷花能不能吃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跟你说 像这种花 这是观赏的 只供观赏 不可食用的是吗 对对对 你看 第二个荷 花是稍微淺一点 淺一些 对 第三个荷 你看它也是深一点 第三个是深一点 这样 我们对比一下 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第二个荷 它是荷花 能够吃的 它主要是以产莲子为主 对 然后藕呢 就是很小的那种小藕瓜 是吧 对对对 这个第三个荷 能够吃莲 能够吃花 相反的还可以吃荷 哦 就所以是全身都能吃 对 这两种都是可以食用的 都是可以食用 那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这个可以吃的荷花 其实就是看它的品种 是不是观赏性的 还是实用性的 这样来区分 对对对 第一个几乎看不到我的荷花 是只供观赏的荷花 第二种 长小藕瓜的荷花 是可以用来吃花 吃莲子 而第三种 有着白白胖胖藕的 可以吃花 吃莲子 也可以吃藕 刘大哥 煞费苦心 让我们挖藕 是通过 是否长藕 藕的大小 来告诉我们 所种植的荷花品种是什么 荷花是否可以吃 就是跟它的品种有关 据说 马辉 土生土长的法四人 在当地经营着一家餐馆 每年赏和彩廉节期间的荷花宴 都是由它张了的 取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洗净 掰出花瓣备用 必须现榨个橙汁 以保证这道美味的清香 配料按照比例搅拌成面糊 荷花花瓣两面沾匀面糊 在油锅里炸至两面金黄 出锅即可 出锅孔 去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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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天连夜无穷地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风景中 成幸而舟 放湖赏和彩莲 哇 真的是别有一番味道 被称为江南粮仓 和韵水乡的武汉市江下去 用浪漫荷花发展乡村旅游 意料之中看荷花美景 意想不到吃荷花美食 用地道风景与舌尖美味吸引八方来客 千百年来 以高洁品性被中国人称颂的荷花 如今不仅是美丽一方的风景 更是推动当地农旅融合 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名片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耕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